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空方趋势股就不用讲了 继续跌 那好的股票也跌 那业绩不好的差的股票也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呢 多多少少都受到影响 只是说跌多跌少 跌快跌慢 那以股换股就是说 其实资金会在这个时候 重新调整配置 大户手上有没有股票 一定有嘛 不可能说大户呢 就全部出清了持股 法人手上有没有持股 更不用说 当然也有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呢 去重新检查手上的持股 然后搭配选股换股策略 趁这个时间点 把现在市场资金 比较集中流向哪些族群或看好的热门产业 那么利用这个时间点逢低减便宜 那至于原本手中的持股 有可能呢 筹码也乱了 或者是呢 整个上涨的一个力道不足 那就借这个时间点换到呢 下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常听到很多散户朋友们说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做任何动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资金全部都在股市 而且被套了 被卡住 其实这样的做法 或这样的讲法 其实是让自己 被困在一个小圈圈里走不出来 股市每天都有开盘 那每天都会有新的变数 但同样的每天也都会有新的机会诞生 你要抓住新的机会 走出这个框住你的小圈圈 那我有你的想法 做法改变 那当然不要说资金全部都卡在股市了 我们常常跟各位强调资金配置的重要性 魏杨老师也讲过 今年台股是折返跑 所以接近区间上圆 你应该要站在买方 接近区间下圆 利空出来的时候 你要站在买方 而且再给大家一个强心针 区间下圆来的时候 就便宜的买点要出现的时候 你不用指望它是利多 一定是会有利空 才会打出低点 才会有便宜的价格 所以你想想 现在不就是有利空 有修正 接近区间下圆 所以在这里 你不一定要把持股的部位拉高 但是你可以起码先做到 以股换股 把股票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市场的投资方向 资金的流向一直在变 那如果你没有因应盘势而动态调整 那很可能就是一直停留在原地 等不到下一班列车 那我们讲到这个区间上下圆的概念 刚好可以搭配 这边国泰金控所做的调查 这是一份所谓的庶民指标 就是针对一般的投资大众 那国泰金就是针对他们旗下客户所做的调查 那调查的一个结论就是 民众对于今年上半年 台股高低点的预期 注意是只有先针对今年的上半年 那其中来看的话 如果就各个区间来说 高点最多人的看法是落在1万到1万8500 那低点的话则是1万7500到1万7 所以其实这个上下区间没有太大 没有太大 那如果我们看到针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部分来说 1万9000以上包含1万9500到甚至2万点以上 这个合计的比重是达到49.7% 所以大概有一半的民众 一半的投资者认为今年上半年台股 至少高点的部分可以看到1万9000以上 那甚至是突破2万点 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大盘 大盘现在甚至是在1万8以下 所以这个就表示说 其实上档仍然是有空间可以期待 那既然如此 往下修正 接近区间下缘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站在买方思考 当然是啊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有超过32%的受访者 仍持续想要把现金或定存 转入股市投资 好 那当然呢 这个时候敏感度高的投资朋友会想说 有这么多人想要呢 把现金或解定存投入到股市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股市反转的差协同指标 那会不会代表行情呢 高点过热 其实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你去看这些民众 他想要做什么 这个是统计 这个数据上面所呈现的意义 可是更重要的是 那这些想要进股市的人 他实际做了什么 明白吗 他想要买股票 跟他实际有没有进场买股票 这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们怎么知道 民众到底有没有实际上呢 进场大买特买呢 很明显嘛 成交量啊 从过年前到过完年后 到现在都二月底了 成交量呢 就是在这个两千多亿到接近三千亿附近 大概就在这个水准附近上上下下啦 大概均量就两千八到三千亿 这个你跟去年行情真正热的时候 动辄四五千亿以上 甚至突破六千亿元 这个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就表示说 很多民众呢 其实内心也产生了矛盾情节 如果我们把刚刚呢 这个第一跟第二点的一个民众调查的想法结合在一起 你会发现民众认为上半年还有高点 至少到一万九 甚至两万 那民众呢 想买股票 可是呢 民众却不敢买股票 因为觉得好像现在怎么摊在眼前的 常常绿油油的 或者看到的是一些利空消息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跨越心理障碍的那一关 所以如果你这个已经抱定的决心 就是说 我绝对不买股票 我绝对不在那二零二年进入股市 那也罢了 至少没有进场 的确就没有风险没有伤害 但如果你还有那么一丝丝想进场的意愿跟念头 就如同刚刚所看到的超过三十二%的民众 想要把现金投入股市 如果你是属于这当中的一份子 你想要进场 你有资金准备要进场的 那请你听魏杨老师的提醒建议 不要等到利多来了才进场 不要等到什么攻上了万八 站稳了万八 甚至挑战万九才进场 这是反群众心理很重要的 投资EQ的修炼 你要反群众 现在大家最怕就是最好的时间 你不一定要马上把持股所谓拉高 但至少要先做到换股 那整个乌二的情势 当然成为最近各专家分析师 大家探讨焦点 那不免说有时候客户也会问我 或我们去参加一些节目的录影 主持人也会问 不过说实在的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 有粉丝朋友们分享 你我或我们其实任何人 在台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去影响 或甚至做出正确的判断 到底普丁拜登他会说什么 他会做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所以花太多的心思在探讨那个问题 真的是没有把时间摆在重点 重点是在于我们能够掌控的部位 我们能够掌控的是什么 是自己的时间管理 自己的情绪管理 你可以决定你的时间要做什么 你可以决定你今天的心情 要不要随着消息起舞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决定你的投资 你要放多少资金 你的持股要几成 你要买哪些股票 股票弱势了你要不要停顺 这个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你不需要看拜登 你不需要听普丁 这个就是回归到 什么才是你能够自行掌控决定 那其实就目前紧张的情势来看 我们客观来说 我觉得外资并没有 好像非常认同这一次会开战 因为我们来看 如果外资认为会开战 大家都知道 外资非常擅长 就是避险策略 而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当然就是台子期货 而目前外资的台子期货 平常空单量 大约是一万九千多口 这个水位 其实你跟一月份的时候相比 或跟过去这一年来相比 它其实很低 你要知道 在我们一月准备过年之前 外资的空单一度是超过三点二万口 那个就叫做避险 因为过年有十一天长假 所以外资它会拉高它的一个空单部位 来做避险 那去年甚至还有逼近四万口的空单 可是现在只有大概一半 还不到两万口 如果说这个紧张情势 让外资觉得开战机率很高的话 那我觉得最起码它应该是会 先把空单水位拉高再说 因为这只是避险 它不一定认为真的会 这个大跌 或者说百分之百会开打 可是它至少可以把这个空单 部位先大幅度的拉高 可是外资没有这么做 那另外呢 外资也常用的避险工具 就是原调台湾50反一 反向ETF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的 各位看 外资买进的时候 这就是代表 它对后市比较谨慎 保守 它做避险 那之前连续买进 这个就是在过年前 面对长价 所以它一度持股张数 突破了265万张 可是过完年后 你看外资的部位快速下降 那到昨天它还站在卖方 然后剩下了209万张 所以大概减少了50几万张 减少了50几万张 所以看起来呢 不论是期货的空单部位 或者是反向ETF 外资并没有积极的去做避险 所以似乎在最近 消息这样子的分杂 或者说反反复复之下 那如果资金部位比我们大 大太多 根本也没办法相比的外资机构 其实看起来都相对淡定 那真的大家呢 就不要自己吓自己 好 那回到这个盘面来说 我们跟各位聊这个概念 从市值跟成交值来相比 可以看看投资的策略 应该怎么拟定 以上市集中市场来看 电子类股大概有418家公司 那么昨天的成交总值是1213亿 那他们的市值合计是达到34.6兆元 那这里面当然不要忘记 其中还包含了护国神山台积电 或者说像联发科 鸿海这些超重量级的电子股 都在这里面 市值呢 将近35兆元 那航运股只有23家 市值只有2.42兆 这里包含了航空 货柜 散装 那他们市值 其实这样概算 大概只有电子股的 17分之一 可是呢 昨天的成交金额 相差没有太多 那我再看钢铁 目前有31家上市 那么市值 大约只有1.14兆元 那成交量呢 是196亿 好 所以我们如果航运再加上钢铁 大概可以发现 整体来说呢 市值 可能比电子股的市值 大概十分之一再多一些 十分之一多一些 可是成交金额 成交值却差不多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现在盘面的资金 非常非常明显的往 传产股 尤其是航运股倾斜 那导致电子股的大失血 因为整个大盘的成交量 我刚才讲了 最近有2800到3000亿附近 这个饼没有变大 但是它的一个切割呢 更多快切到了 船铁 航运股 钢铁股 那电子股就变小了 那导致电子股资金大失血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跟拟定计划 首先如果你是喜欢或擅长或习惯做中长期波段投资的人 你一定一定要反群众心理 那我们来看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昨天盘中大概剩下3738 最后收盘的时候大约是41% 这是目前大概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你跟过往相比 这是不是相对低一点 那我们从呢 像去年的一个经验来看 当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缩小到四成左右的时候 它往往就是一个波段适合低阶的好买点 很明显 上面这个就是电子股的内股指数的走势 所以做波段做长线的人 这个时候电子股 尤其是精挑细选的主流产业 你不要乱杀 你要逢低早买点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喜欢做短线的人 现在已经很明显资金倒向 传产航运钢铁 那这里你可以呢 灵活进出 那所谓灵活进出呢 当然就是呢 跌的时候买黑 涨的时候 急拉的时候 迈红 用这个方法 短打操作 那这个位阶上面 的确因为呢 穿山股吸金 所以短线 它会比较容易产生股价的 波动空间 那有波动 就有赚加差的机会 所以你必须分开来看 长期的策略跟短期的策略是不一样 长线的电子股 不但不要杀低 应该逢低早买点 那做短线的资金部位 你在这里就贴近盘面主流 那么 适时的低阶高出 买黑买红 那我们休息过后呢 来跟各位聊聊 产业与个股 昨天提到钢铁股呢 从底部开始翻扬往上 那基本上呢 整个钢铁族群的个股也很多 那到底在涨什么 那首先呢 其实最近龙头中钢 包含旗下子公司中鸿 陆续开出呢 三月份的盘价 那都呢 结束了下跌的走势 又开始呢 调高盘价 第二个呢 目前当然呢 在整个恶物紧张情势之下 也带动了一些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其中我们来看到涅价的部分 创了近十年来新高 那因为俄罗斯 它本身涅的生产量 大概占全球7%的比重 所以涅价因为地缘政治紧张 而不断的上涨的同时 要特别留意 它会带动呢 不锈钢的一个报价走势 那因为涅呢 是不锈钢的重要原料 那我们把整个钢铁产业 快速简单来说 上游的部分 包含了两种生产 高炉链钢跟电炉链钢 其中高炉呢 就是用了铁矿煞跟胶煤 生产出扁钢胚 大钢胚 那电炉链钢的部分 则是采用废钢为原料 生产出小钢胚 以及钢钉 那到中游的部分呢 则有钢板跟热压钢卷 跟人压钢卷 还有钢筋 H型钢 线材盘元 磅钢盘元等等 那下游则是呢 中端的金属制品 机械设备的应用等等 所以呢 整个目前呢 钢铁的产业链当中 你要分清楚 这么多的钢铁股 大家都是钢铁家族 可是它到底是在上中下游 哪一个部分 其实市场的聪明前 总是能够找到最好的机会 所以我昨天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谈 你从技术现行 跟昨天当天的一个股价走势 可以看出哪些钢铁股 它是领头羊 那我们昨天就聊到了 最早工上涨停板 而且锁住的是2030张元 那盘后呢 我也特别去检查一下 它大概有四成以上的筹码 是来自于隔日冲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今天张元开高之后 这个隔日冲 它一定会宣泄卖压 那你就等它呢 这个卖压宣泄 那接着其实它原本在这个地方呢 慢慢的隔日冲卖压出场之后 是走稳了 可是突然呢 大概10点钟后 又一波击杀到11点 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来自于 整个盘市 在当时其实恐慌的卖压加重 所以也有些不理性的压力出现 那当然这个就会是一个低阶的机会 然后到今天的尾盘 它还是翻红上来了 那整理来说 虽然呢 没有像昨天那样子的一个 强力喷出激情演出 不过各位想想 在今天的这种非常紧张的情势 而且大盘重挫的状况之下 其实很多个股 它不一定要强攻 少跌抗跌的 这个都代表背后一定是有一些大资金 和聪明资金进去卡位称盘 这个盘敢出手买进的资金 都不是简单的钱 那再来我们来提到 就关于这个记忆体产业 那从整个中国西安封城的事件 那另外呢 包含威藤凯霞的这个工厂发生原料污染的事件 那引发了Netflash和Deal 预期了整个价格提早落底之后 合约价都要准备在第二季开始翻扬 那目前现货价已经出现 优于预期的一个涨势 所以整个记忆体产业 其实也是在于一个 景气循环才刚要翻扬往上 而且股价整理之后的低位阶 那这种股票呢 你碰到现在的这些利空因素 其实反而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在低档的股票 跟你在高档的股票 震荡的风险一定不同的 二楼一楼摔下去 就是小差张 你在十楼二楼摔下去 是粉身碎股 那另外呢 我们从国际的一个指标股来看 美光是已经准备在创新高了 所以当美光在一月底到二月底这一波 一个月以来的强劲走势之下 其实台股呢 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产生联动 直到最近我们才看到呢 包含群联慢慢的开始往上走 那创小波段新高之后呢 这两天开始有些震荡拉回 可是你可以看到 投信是不离不弃的连续买进 那另外我们看到金豪科也是 在最近才刚完成了一个底型 突破了颈线 投信呢 近三天都连续站在买方 涨也买 创高也买 跌也买 再来我们看到呢 模组厂微钢 投信也是在这三天开始启动买钞 那打底之后呢 突破了颈线 同样的涨跌 他都是正在买方 因为呢 对于投信来说 现在大家手上 拥有记忆体相关个股的部位都很低 群联也好 微钢也好 南亚科 或者是算这个金豪科等等 大致上来看 其实这些都是以前投信也很喜欢操作的族群 投信非常喜欢做记忆体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过去的报价跟景气不好 所以几乎法人手上都没有部位了 没有持股 所以这边他会开始建立持股 那建立持股 当然呢 你涨的时候 你必须怕跟不上 你要建立 那跌的时候 更不要说了 更应该呢 趁这个机会降低成本继续买 那这种买超 它有延续性 它也有族群性 因为它不是只买群联 或只买微钢 它是几乎整个记忆体一起扫货 所以我觉得 在这边来看的话 记忆体相对 未来的一个潜在风险比较有限 而上档的空间 其实是可以进步来做期待 那最近的行情呢 当然稍微呢 会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被压缩 可能没有办法呢 一时之间有太量的表现 可是呢 这个时候 趁这个机会点 以股换股 把手中的弱势股 换到呢 目前盘面当中 资金的流向 主流股 那不论是航运 钢铁或记忆体 如果你有在布局或选股上的 任何疑难杂症 欢迎你跟上我们权威家族 威杨老师的好标的 一档接一档 会带着大家做最好的投资安排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逐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